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知道你們期待了我的長洲新屋很久了 經過漫長的螞蟻搬旅過程之後 終於搞定得七七八八了 今天是一個挺特別的日子 因為邀請了男朋友的爸爸媽媽上來 開過第一次在天台BBQ 所以想拍片記錄一下 順便和大家Home Tour一下 亦都會說一下BBQ後保養的小提示 如果大家對我們新屋有興趣 想看今天第一次BBQ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事先聲明我們家是沒有裝修的 將舊屋的傢俬搬過來 或者是街坊便宜了傢俬給我們 所以就不是有什麼風格的 大家不會太期待 一來到這間屋覺得最怪就是這道門 很少用鐵和金屬 但我們又不想浪費半個門就有它 然後就來到這個櫃 是否很漂亮 我也覺得是 因為上面放了我很喜歡的水晶擺設 其實現在還未齊 大約一倍左右 然後有明年Canvas送給我的Canada 還有拿鐵給我的永生衣擺設 很漂亮 上面有名的 然後還有一些口罩 不知道不夠你 慢慢的就很多了 然後是外出用的紙巾 因為不是太多東西要買 所以暫時先放這些 然後旁邊有一個勾 外出用的紙巾 然後旁邊就是我們的飯桌 大家看都不錯 這個是我們舊屋的飯桌 然後再跟我們這個 飯桌還有一個蠟燭 是朋友送給我的 裡面是有水晶的 超適合那個飯 而且很香 超開心的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櫃 大家有沒有印象 是舊屋放在床上 一個窄的位置 正好附近 但來到新屋 竟然想不到一個位置 所以暫時先安置在這裡 裡面會有些工具 例如鑼絲片 還有一些雜物 說明書 我們全部都放在這裡 然後就到廚房 帶大家參觀一下摩打式的地方 租這裡最開心的就是有自己獨立的廚房 以前是沒有的 廚房的空間站兩三個人都絕對沒有問題 下面有很多櫃筒 全部沙布蘭餐、刀刀刀刀刀都放進去 徐徐有餘 暫時有些櫃筒是未放東西的 但也讓大家看看 我們的火鍋鍋、煮食爐、啤酒、紅酒都放進去 來到煮食台 暫時會有以前的澱粉鍋 這個是朋友送的 很開心他知道我是一個很喜歡喝暖水 連室溫水都覺得冷的人 買了一個熱水器給我 然後本身已經是包了一個煮食爐 還有抽油煙機 然後就是舊屋的一個熱水壺 還有一些調味料 暫時只有這麼多 因為我還沒有添置 之後沒什麼特別 有個星盤 在抽油煙機旁邊都會有些儲物空間 這邊會放了一些 石紙、保鮮紙等等 我們終於有一個乾濕分離的廁所 大家看看是有奇光的 之前兩年原來我誤會了儲水式熱水爐 在冬天的時候我們倆是跟時間競賽的 洗得頭來就洗不到涼 原來是儲水式熱水爐太小了 現在有一個大的很享受洗澡 而且這個廁所是有儲物空間的 可以放到一些清潔用品 然後有些廁紙 這隻小狗正在睡覺 它是我們全屋擁有最多床的生物 這裡有一張 房間有一張 露台也有一張 還有這張 以前放在露台拍片 來到新屋 本來想看看有沒有位置放 或者不要 或者被人捐出去 但發現Chopper很喜歡自己跳上去 之後用來睡覺 所以就留下了 後面這個櫃 大家有沒有印象 是舊屋的蟹櫃 但因為新屋放在門外 就會影響到鄰居 所以就抹乾淨了 變成了一個櫃 用來放Chopper的零食 一些罐頭 還有一些小狗的用品 我覺得這個位置剛剛好 上面也放了我來長洲的一些袋子 平時用不開的藤籃都放在這裡 然後就是我們的客廳 都算一眼看光了 這裡就是梳馬 其實它是梳馬床 只要我們這樣拔出來 然後再清洗它 就可以演變成一張床 有朋友來 也可以借宿一宵 他們兩個都是街坊 閉上給我們 在一個很美的實力櫃 就是放了電視 電視是舊鄰居送的 搬走的時候就沒有拿 就問我們要不要 以前在舊屋 我們就是放在飯桌下面 如果要看才拿回來 但現在在深屋終於有個位置 我們好像一個真的小窩居一樣 然後裡面放了一些什麼東西 都是一些電線 拉電器 然後 很特別 很日常生活的東西 還有一些我自己拍照需要用到的工具 再後面這一棵白色牆 應該是大家以後經常會看到的 我會在這裡拍一些歐P片 然後旁邊就有一個衣架 我們的瑜伽墊都會放在這裡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塊全身鏡 還有有一個… 因為我們經常都戴帽子 不如找件東西用來勾帽吧 我們這個單位就是一廳一房 來到睡房的環節 沒什麼特別的 有一張雙人床 都是舊屋搬過來的 然後你會發現兩邊的家庭桶 各自負責自己的三副鞋襪 我們是沒有衣櫃的 因為不算太多衣服 大家應該會看到這裡 就是我的梳妝桌 大家看到是特意放在窗旁邊 所以把相機放在窗台拍片的光線就是最好的 化妝品在哪裡呢 只要把它打開 內有乾坤 然後旁邊的櫃桶就會放了一些用品 例如美妝蛋、小食物 床底的空間都不會浪費 其實我還有一些衣服或風筒都放在這裡 帶大家看我們的露台 一開門的時候 第一樣東西看到就是這張床 是綁住了一張墊 Chopper很喜歡早上曬太陽吹吹風 這邊我們放了一個現在傢俬的帆布衣櫃 裡面放了什麼 大家應該都有興趣看看吧 有我們的救生衣 游泳用品 還有一些膠椅 另外這邊會放了一張雙人的露營燈 旁邊就會有我們一些舊居 一直在種的盆栽 終於簡單地跟大家介紹了我們的新屋 這裡是350呎年天台 現在住了一個月左右 我們都覺得很舒服很開心 暫時所有的傢俬 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足夠我們兩人一狗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做一次Q&A 你們留言告訴我們 現在就要接男朋友的爸爸媽媽 他們差不多下船了 所以我們稍後BBQ再見吧 我們為了這次BBQ買了一個火槍 應該會比較容易起路 好害怕啊 我沒用過啊 熱不熱啊 不熱不算很熱 但我很怕滑手 我的手在抖 哈哈哈 是不是這樣起火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嘗試一下關掉它 就炭到很棒了 我們是看著這個景點 有一點黃昏的宵夜食 是不是很輕鬆啊 看看有什麼食物 我們買了一些很常常的宵夜食 醃了的肉 之後一定要買豆泡 和宵夜食必備的廚師腸 我喜歡吃這個豬柳 有沒有試過 我們四個人 應該差不多了 還有一些番薯 粟米 我燒完食物回來了 剛剛發現今天妝容很厲害 完全沒有脫掉 而且眼尾眼線位還是很完整 給它一點掌聲 現在就要洗澡和洗頭 應該看到了吧 超無燥 好 這些轉季的天氣 其實頭真的要好好護理一下 因為會很容易沒有光澤感 然後很乾乾 很脆弱 特別是有這些漂染的雜草 我試試梳一次 它是極度打擊 來到這裡梳不下去 還要剛剛燒完食物之後 那些BBQ味全都吸進去 在這個情況下 今天我會用平天的爆水珠珠 膠狼髮膜 看它的效果顯著 用完之後頭髮好像去完salon 又順又滑又有光澤 還要香噴噴 一盒裡面有六個膠狼髮膜 以前我很喜歡漂染頭髮畫顏色 令髮質很差 有想為正 是不是好像電線一樣 但是慢慢地我發現髮質的重要性 看起來比較柔順 整個人的感覺都會不一樣 所以我就開始研究 如何令髮質變得更好 好像今天用的 這個平天爆水珠珠膠囊髮膜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成分 裡面有高濃度的角莎丸保濕精華 橙色的就是爆水保濕因子 每個膠囊裡面都會有9000萬粒 質地是很水潤很輕盈 而且一抹就溶 所以可以很容易滲透到髮絲 大家都知道我經常用不同的護膚品 角莎丸這個成分 經常性都會在護膚品上出現 它是有助鞏固皮膚的天然脂質屏障 減少水分流失 例如一些乾燥脫皮的情況 都可以改善到 特別適合現在入秋 冬天比較乾燥的天氣 對比是不是很大 我現在就剛剛洗完頭了 看到嗎? 它是沒有卡的 我是完全沒有梳過頭的 而且應該有發現了 我是用這種的氣剪梳 是很舒服的 裡面的cushion 好像幫頭皮按摩的樣子 吹完頭之後 你會看到頭髮是沒有那麼毛躁 然後分別是很大的 是不是很輕盈? 很順滑? 而且光澤感 是不是很棒? 所以一定要洗一次頭給大家感受一下 現在是向噴噴的 一個星期不需要用很多次的 兩至三次就已經可以保持這個效果了 你會看到洗頭前 我的頭髮是很乾乾 很沒有光澤感 但是洗完頭後是很輕盈 會有那種蓬鬆水潤的感覺 打擊這件事就最明顯了 洗頭前我只是用手指梳不到 但是洗完頭後大家可以看看 搞定了頭髮後臉都很重要 所以今天都是主要保濕和滋潤為準的 我在長洲用的Tona就是Beglan的這一款 雖然它是很水狀的質地 但是它的保濕效果是非常非常之好 接著會塗一個美白精華 它是羽翼狀質地 搓勻它之後 印上臉那裡 之後就會敷一個保濕面膜 這一款是台灣我的心機的 我覺得透明包裝這一款 一般的 你會看到剪裁也蠻適合我 但是我覺得它的效果沒有其他款那麼好 大家如果買的話 買回這個包裝 有一個安瓶在上面 然後寫著EX的 是更加好用 敷面膜的時候 我就回覆一下大家的DM 因為我不喜歡太多的DM 所以應該會發現我回覆DM的速度也蠻快 敷了大約15分鐘左右 看到嗎? 它是沒有水分會乾的 最後塗上North Expert的這一支 它的質地也蠻稠的 但是很容易退開 看到嗎? 而且是很滑很滑的 塗完之後你會感覺到皮膚變得很柔軟的 這個就是今晚我的Skin Care Routine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個Room Tour 第一次BBQ的Vlog 以及一個Night Time Skin Care Routine的一支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支影片 可以看到明星期六黨直到三個 depend 下一個我們最後 Bottom kept hearing完全 funny 今天 教大家迷人小電 叮 向右邊 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